2018年10月2号 出生1070 当时只有这么几个文明 支持一下祖国 中国文明 就此入坑 同时神社所替大家开号当天必定获得的武将 如果想知道你的入坑时间 可以去看看 当时的天赋界面还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在11月份的时候就改掉了 18年10月底 我在万国的第一个万圣节 当时的UI很良心 把整个游戏界面都节日化了 非常有代入感 一个月后的11月 解锁了T4 自认为有点小无敌 齐软怕硬的时候来了 一个人挑了一个老外小门 理由是单纯看他们名字不爽 打到让他们盟主改了名字 还要我帮忙起名 现在看来也是蛮过分的 18年12月 按下了升级25级主宝 感觉这游戏怎么要这么多加速 19年1月 埃及之战登陆万国 当时没有人知道怎么玩 2000万战力 迷迷糊糊打完了人生第一场埃及 队伍和武将都拉不出来 19年2月14号 我和老婆在万国的第一个情人节 用砖块排成了爱他的形状 同时也收获了个人觉得颜值非常高的一个紫皮 19年4月 同区的老外大哥开了T5 配上觉醒双茶 当时真的是一打十 19年5月 觉醒了李狗 并且移民去了华人主导的1041 666 一起当千联盟 19年6月 在首次KVK中解锁了T5 并且达到了V15 战力刚过5400万 19年8月 SE联赛降临 当时只有一个赛区 玩得明白的人并不多 最终是OV 咏夺桂万 我们连小祖赛都没有过 19年9月 仙姑登场 一句师父 一喊喊了就是三年 也是我唯一的徒弟 同时装备系统上线 当时材料品种很多 非常繁琐 19年10月 达到了VIP16 戴上了当时唯一的橙色武器 19年12月 一起当千团队移民去了1311 跨年的晚上 大家用部队排成了2020 可能这就是游戏最初带来的感动 20年1月 当时的永夜之灰 是这个属性和所需材料 还有多少人记得 而且那时候的大坑图纸是石片一调的 特别好拿 20年2月 迎来了第一次光影KVK 战里来到了1亿 截图纪念 20年3月30号 KVK结束 顺利拿到白鹿城 并且同时正在进行登高 随后的一天 在和邻国激烈争夺下 再拿下琥珀宝 也就是两天里面 拿了两个宫兵实属性的皮肤 可能也是那时候 和1307结下的缘分 20年4月 写下第一首rap 送给陪伴许久的 一起当前两门 20年6月 应该是作战演习 初次登场 那个时候还叫洛哈大师 当时也没有人教我们 什么存怒气秒杀流 所以分数特别低 20年7月 结束了在131的旅程 开启新的篇章 团队移民去了当时 正处巅峰的1530 但是比较低调 我们是在四门 20年8月 打响在530的第一次KVK 当时531是邻国好队友 屡次组队 频繁拿下对面 20年9月 那时候没有小屋 材料活动只有这一个头子 我觉得比小屋良心多了 20年10月 征服赛季隆重登场 因为低皮皮肤的赛季币要求太过廉价 后来马上改成65万币了 20年11月 微脸吹CVL上线 提前4个月写攻略 给联盟小伙伴强行洗脑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了思路 渐渐教别人怎么玩 不过只局限于盟友 20年12月 第一个征服首饰 我选了号角 因为当时没有四代武将 双魂怒体系还没有建成 能怒气普遍还是比较缺的 没想到一发入魂了 21年的1月 我和仙姑扛着一起当千 带着剩下的兄弟继续玩 21年3月 530的三门四门 就是PK30和666 开始合体磨合埃及 决定试一试 下一届联赛 队名改为6P 21年6月 S4收官 也是我最难忘的时候 我们全队只有7个VIP17的草根队伍 在二战区荣获季军 最终半决赛输给了冠军PX34 也可能是那时和1534写下的缘 21年7月 因为10月份要回国办婚礼 所以辞了职 全新做视频和直播 也正是这个暑假 被大家所认知 收获了粉丝 21年8月 精炼完了 勉强凑齐了八专 可惜不是末日之介 同时因为回国岛时差 在步步为音里面吃到了这辈子 唯一一个城市集结 21年9月 发布了个人比较满意的攻略作品 五代意图流顶级优化 之后便是一直活跃在万国视频区的教主CV 直到2022年的1月 因为压了的一句 要不要来打MX联赛 还有一个特殊名额 把自己送上了判人的不归路 落地后赞歌1v3 就是打210的那次KVK 之后又马上报名赞歌养生局 结果被1534的地数 搞得生活不能自理 再后来就是刚结束的 《华人之光KVK》 联合1302 236E 体验高强度斑马迁徙 血血50一击杀 那么不知不觉来到了2022年的9月 我相信这一份坚持 并不是因为这游戏本身有多难以割舍 而是有那么一批人 自始至终和你一起在坚持 感谢网络的不可思议 让我们在游戏里相识 感谢还在奋斗 和曾经并且作战的伙伴 感谢屏幕前站在收看的你 感谢万国觉醒 四周年快乐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